让你爸爸来了 看看你 穿上这身保安服 多精神啊 小区里边看一看 来咱们物业参观参观 多好的事啊 来来来 就是不能让他 干净我穿这身保安服 别动 大老爷们哭啥呀 有事说事说 你干什么呀你 你笑我 你笑你 不是 那个 你们听我说是这么回事 跟我一起出来打工 这些哥们们呢 他的婚的都可好了 我呀 还是保安 一点进步都没有 反正我就想啊 不行 我让我爸乐呵乐呵 我就告诉我爸 我当上了 物业的父亲李 我明白了 就在你爸这儿 你吹牛了呗就是 你说你可真行 你跟你爸说这干什么呀 不是 你不了解我爸 我爸这人从年轻啊 他就要面啊 然后呢 就把这个希望 全都寄托在我身上了 这不跟我起名叫小脸吗 啥意思呢 就希望我出人头地 在我们村子 能露一小脸 我跟你说 这不就是我还长脸了吗 我就这么撒点谎 哎呀我说小脸啊 你这脸都这么长了 还用长脸吗 我跟你说啊 你还行 你顶亏啊 说了个物业副经理 你没说你自己是个董事长 但是 张经理你得帮帮我呀 不是我怎么帮你呀 我求求你了 你帮帮我呗 不是这事我也帮不了你呀 哎呀我跟你说呀 这事只能你帮我 你要帮我以后 你以后就是我 心目中的真正的经理 哎不是 那你那意思以前 我都是你心目中假经理呗 不是 就是以后我啥事都听你的 行不行 你那意思以前 你都不听我的是吧 哎呀你不帮我呗 你俩说吧 我走了 我先回头 别别别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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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求求你了行不行 你求我 你求我也办不了这事 你帮帮我行不行 我不是什么人都帮的 你帮我以后 我啥事都听你的行不行 你就是听我的 你听我的 我必须帮你 赵刚刚刚 赵刚刚刚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 大意凛然 大意灭亲 我是你的亲戚 你灭灭我就完了 人家于小脸 跟你非亲非故的 你灭人家干什么你说 是 不是 你这就怎么说话呢 我什么时候灭他了 你还没灭人家 人家于小脸 不就是撒了个小谎吗 跟他爸说 当上了物业副经理 这也是这个年轻人的梦想嘛 对不对 你应该帮人家 哎 完成这个梦想 帮人家圆着个谎 咋了 再说了 人家的父亲 不远万里 从来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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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还不远万里了呢 反正是从外边来的吧 对 刚才小脸说了 他爸爸有心脏病 他爸爸一看 哎呦 这孩子还是个保安 到你跟前 嘎 过去了 你于心何忍呢你 是 我爸身体不好 你还直到不上火吗 哎呀 你看他老爱人看事 你别和脸 我大姐夫一探息 这事就有戏 哦 大姐夫啊 你一声探息告诉我 你肯定有好办法吧 你呀 以后不许跟老人这么说 听见没 是是是是 这样吧 一会儿你爸来了以后啊 你就说你是物业副经理 待会儿进去找这儿西服穿上 那你呢 我就是保安 太好了 谢谢出场了 看姐夫 我看 看姐夫 你这个人心眼这是好 你这样 你去找一身 合身的这个保安服 行 行 你给它穿上它 好 好 好 一定要真实啊 好 快点 快点 小脸啊 你去找一身 摊上这衣裳 好 好 一定要合身啊 好 合身 表演要真实 好 好 好 快去回来 咋的了 小脸啊 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啊 什么事儿 这个当皇上得有玉玺 当太监得有扶尘 你知道当物业的副经理得要什么吗 得有媳妇 张也蝙子去了你 你做梦就想娶媳妇啊你 物业副经理必须有张 张 啥张啊 物业的张啊 你爸来了 你不能光跟他说你是副经理了 你手里拿着物业的张 向张的权力啊 厉害 你爸就半信半疑了 这时候我及时地递上一个盒子 你拿着个张 叉叉 往上一盖 你爸就全信了 你整的太全面了啊 没有没有 盖张是不是 盖张啊 回来 回来 又咋的了 一会儿啊 我去门口接你爸 我还不知道你爸长什么样呢 我看 那 我爸照片 干啥啊 哎 哎 哎 醒醒啊 咋的了啊 小脸啊 你爸长得太吓人了 我跟你说 我要听到你说这话 我都跟我救你起来 哎呀 不行 你快去吧 我去接你爸去啊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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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儿子 哎呀 这个 小伙子 这是物业公司吗 哎呀 大 大爷啊 虽然我有思想准备 但你还是吓了我一跳 大爷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余经理的司机 你可以叫我小钱 余经理啊 在里边开会呢 一会儿就出来啊 你先坐一会儿 这个小区也太大了 这家伙 我差点赚迷糊了 现在画的小区 这一片都是我们余经理的地盘啊 啥经理 他不是负的 正的负的都得叫经理啊 你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啊 哎呀 大爷 才有那么好 因为我跟你说 我们余经理对待工作 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遗啊 就是说他那个责任心强啊 大爷 你来的时候 看不见一个停车长 看见了 余经理在那帮人停过车 看不见一个超市 看见了 余经理在那守过夜 看不见有一堵墙 看见了 余经理在那抓过贼 看不见那个大门 看见了 看见了 余经理在那天天站岗啊 那都是我们余经理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来 向领导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余经理 余经理 好儿子 哎呀 这个 小钱啊 哎 我这听着你这一介绍 他还是个保安呢 对 他就是个保安 啊 啊 不是 他原来是个保安啊 哎呦 经过他的努力 现在成了物业副经理啊 哎呀 那个 那个 大叔啊 我我有个问题 我问问你 你和你儿子长得不太像啊 你像吗 啊 我是说你长得比他好看 啊 啊 村里人都这么说 哎呀 这 我这孩子啊 确实是没长过我 啊 哎呀 这 也是怪我自己 长得太帅了啊 这一般的人呢 他都长不过我 哎呀 那个 小钱啊 哎 哎 我说句话 你别不愿听啊 你说大爷 你长得太一般了 对对对 我没长过你 一般人长不过你啊 大爷 你不想 您在这儿等会儿 我去看看那个领导 开不开完会啊 哎呀 哎呀 领导啊 哎呦 这还好 余经理 不想大爷 我接过来了 儿子 大爷 哎呀 当个经理 我成大爷了 不对不对不对 爸爸爸 爸 爸 抱抱 哎呀呀呀呀呀 你要捂死我呀 哎呀 赶紧让我看看 你看 这 你看 哎呀 看见我儿子了 哪是 穿上这身衣服 啊 那 就是个当经理的料啊 真是 哎呀 真是好啊 哎呀 大爷来了吧 哎呀 你好 大爷 欢迎你 欢迎你啊 大爷 我代表所有物业 欢迎你的到来 啊 大爷 好好好 你是个宝安 这么大脯子 大爷好 你好 赵宝安 哎呀 这小伙子啊 评价真精神啊 一看 就是个当保安的料啊 哎呀 我呀 见过那么多保安啊 没有一个 比你像保安的 好好好 大爷 谢谢你啊 谢谢你 终于了一个好儿子 对吧 得感谢你的养育之恩 哎呀 你看你们人俩长的 哎呀 他没终过我 对对对 大爷 来来来 大爷你坐 来来来 快坐快坐 哎呀 这一路辛苦了吧 快坐点休息休息 那个 那个 譬如是经理呢 对对对 经理 经理你坐这 你坐你坐 哎呀 爸 你们说你也真是 你连你怎么告诉我一声 哎呀 你可不知道啊 咱村的乡亲们呢 一听说你身职当经理了 那高兴的都炸窝了 是不是 夸你呀 听说都夸我 爸 跟他们讲讲 都是怎么夸着我 那个老王头说呀 没想到你儿子也有今天 那李婶说 嗨 他呀 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了 这张快就说 一定是给领导送礼了 不然就他 八辈子才也当不上经理 还有一个 村长说的对呀 那蛤蟆要能打名 要攻击干啥呀 我跟你说 儿子要是能当上了经理 我这个村长 我就不干了 我 好好好 好好好 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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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要是都这么表扬 那你私下跟我说我就行 啊 我这不来了吗 这回来放心了吧 看我传这声啊 信不信 哎呀 哎呀 就跟做噩梦似的啊 哎呀 那我不是 难可我介绍你啊 哎呀 打死我我也不信 哎呀 大爷真是不 那个 你快给你爸倒点茶去吧 哎呀 大爷 你看你跟大老爷来一场 那个 你才坐一顿啊 在礼物里坐着他 啊 你看那茶呢 茶在那个壳地里 开水呢 哦 大爷 站住 那个经理啊 那个这点事 那个保安就能干啊 对啊 大爷 我去给您倒茶 你这这这这这倒水一下 怎么回事啊 小脸 怎么能让我倒水 小脸 不是 咋去了 现在人这啥啥啥啥啥 都在转变作风 你怎么还在这作风啊 哦 连你自己办公室的茶跟杯子放哪都不知道 啥都让人伺候啊 啊 你再是个经理 也得跟人家下边打成一片呢 我告诉你啊 你要这么干一起 早晚成腐败分子 我怎么真的 这啥啥 啊 这不是有加作宝 给我打一场不就得了吗 没有没有 打着舌头的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哎呀来来 忘了 这一块加作宝 对 哎呀 是我爸瞄半天了这是 前一段时间我们自己的出差了 出差了呢 就把钥匙交给刚才那个赵保安了 赵保安呢 把这办公室仔细地打扫了一遍 是 所以说那个东西就放乱了 余经理没记住对吧 对对对对 叫你这么说 我错怪儿子了是吧 那当然了 我们余经理那天天是日理万机啊 很多工作要处理啊 今天就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处理完呢 哎呀那你们忙 你们忙啊 我不打扰你们了啊 我喝加作宝啊 哎呀 哎呀 啥工作呀 你当然有工作呀 工啥呀 哎呀余经理啊 我不是你我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正要向你汇报啊 啊什么事汇报吧 你这不是吗 最近啊有一家那个五百强的企业啊要跟咱们小区啊合作绿化的这个合同啊 这你得盖个章啊 是吧啊 这我汇报这是绿化是吧 对是合同在这呢 建设小区啊 对是五百强的企业啊 哎呀要弃五百个强啊 对对对好啊 起五百个强啊 他这个是一个大事啊 你别管去多少强了 你先盖个章吧 好吧 盖盖章 盖章 盖章 章着呢 找着 那边 这边我都找了 没有 章着呢 那个抽屉里 看那个抽屉里有没有 在下面 第二个 第二个抽屉 哎哎哎 干嘛 干嘛 什么干嘛 你去送水去 我送什么水 你在那干啥呢 不是 哎你干啥呢 来个正好 啊 章着呢 什么章啊 就 我那个章啊 物业章啊 你要物业章干啥啊 这大项目 绿化 要给咱小区 起五百个强 这 该章了吗 同意啊 起五百个强 啊 干啥啊 你要在小区盖个迷宫啊 什么五百个强啊 大项目 才跟着你可真行 啊 我说郁经理啊 这个合同 你仔细看过了吗 啊 您认为 这个公司有资质吗 我 咱们小区那么大的绿化项目 能交给这个公司吗 你看看这个公司是什么样的情况 啊 这不是糊弄咱们吗 另外 这个公司的经理也不行啊 这人很差呀 这人就会说瞎话呀 成天独奇取巧 介络邻居 你们说是不是 对对对 经理啊 这样的活动 你认为能跟他签吗 你能给他盖桌吗 这个 能吗 行 行 行 什么事 别吵吵了这 你这经理怎么回事 你经理你说了不算吗 我说了算吗 算不算 算不算你心里 没个数吗 这算了吧 对吧 你拉倒吧你 你什么呀 你一个经理 你听导案的你 哎呀 不能听你这司机的 放开 哎 哎 哎呀 咋回来用 你这个经理是怎么当的事啊 你这不整个一个糊涂蛋吗你 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都听明白了 人家那个赵宝啊 说的是有道理的 我看人家都像当经理的了 我跟你说啊 你要这么干工作 早晚把你这个经理给你撸了 你真让我失望 你要气死我 别生气 别生气 大爷 来来来来 大爷在这坐会儿 来来来 大爷 你别生气 大爷 哪有你这样干工作 我不好 我不好 大爷你别生气啊 我跟你说啊 其实吧 余经理啊 还是很认真工作的 你年轻嘛 对吧 没有什么经验 容易上了个别坏人的当 坏人 谁是坏人 大爷 刚才有一个坏人 让我把这个合同交上来的 大爷 您像这样的合同 如果在你们村 你们会怎么处理 要是在我们村啊 这不靠谱的合同 把当场就给它撕了 好 好 我觉得大爷这个主意 提得很好啊 这个余经理啊 你看你爸呢 是这个意思 那还磨叽啥呀 这就对了 我说小田 大爷 你觉得余经理这个处理 怎么样啊 余经理处理的对 我觉得撕的还不够碎 小脸啊 爸 知道爸 为什么给你起名叫小脸吗 我就是想啊 让你给咱老余家露一个小脸 没想到 你现在露大脸了 啊 哈哈 哈哈 就要踏踏实实地做人 认认真真地做事啊 你看你身边 这个赵宝安了没有 这是个好人 是个有能力的人啊 有他在 我跟你说 你这路啊 跑不偏 哎呀 我放心了啊 我该回去了 啊 哎 大爷你看你刚来 你再住两天吗 哎呀 不住了不住了 在这儿 怎么给你们呢 添乱 知道吗 爸爸爸爸爸 那你就先回去 然后到家了 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送送你 哎呀 不要送 不要送 送啥呀 别耽误你的正事 好好工作啊 那不是有司机吗 让他送送 对对对 那个司机 来来来 送送大爷 哎 好嘞好嘞好嘞 来来送我 哎 来来来来 司机 掺着大爷 哎呀大爷 不用掺 不用掺 没事没事 司机掺着你 不用掺 注意安全 哎哎哎 我跟你说小脸啊 我跟你说啊 以后啊 你就是升了董事长 也要记住 要全心全意的 为人民服 是 好 好 大爷说得好 好 我跟你说啊 把你卖啊 大爷你长得真帅 你还别说 你爸这一笑 脸还挺长 我跟你说啊 鱼啊 你看你爸爸说得多好 是不是 我跟你说啊 以后啊 可不许跟你爸爸 这么说瞎话 你要想干 你就好好地干 这回我真错了 嗯 我爸跟您说得多好 是 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 对 我回去干保安 我努力干 我这干一个好成绩 我这当个真正的副经理 你看着 不是 不是 那个你等会儿 你当副经理那我干啥去 你要相信我爸的眼光 我爸说你天生啊 就是个好保安哪 你个臭小子 去 换衣服去 这就换 我一会儿还能找到 等会儿 等会儿 送走了吗 先别换衣服 咋的了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你爸刚才走的时候跟我说啊 他要把你们村的李婶啊 张会计啊 还有老村长啊 都叫过来 看看你到底长了多大的脸 哎呀 我这亲爹呀 爸呀 你先别走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一定要跟他说清楚啊 别着急慢慢解释啊 大姐子 赶紧站起来给我盖个针 哦 站起来是吧 放心吧 撕的还不够似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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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撕 没错啊 没错啊 谢谢大家